大家好 接下来是一届财经消息 中一栋和苹果公司达成协议 明年初开始销售iPhone 经过六年谈判 中一栋与苹果终于达成iPhone销售协议 中一栋下月17号开始销售iPhone 5S和5C 本周三开始接受网络或电话预定 双方没有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及手机售价 中一栋董事长西国华表示 iPhone将支援3G及4G网络 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表示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双方合作能将iPhone带入全球最大的流动通讯市场 而中一栋在刚刚公布的明年规划中表示 将透过成本补贴 化费补贴等方式加大营销投入 分析预计 中一栋明年或可卖出1500万部 至超过3800万部的iPhone 较过去一年在内地的总销量最多多出六成半 但面对14年来可能出现的首个全年业绩倒退 中一栋未必可以靠iPhone起似回升 巴克莱就认为中一栋推广4G可能会牺牲盈利 此外 有分析预计 iPhone在明年手机的出货量会增加4500万至5000万部 但内地电讯市场仍以中低档手机为主导 加上电讯商的手机补贴 一向较其他市场少 苹果在抢占市占率方面未必有优势 无线电视 侯俊子报道 工讯部表示 首批移动通讯转售业务 试点名单将会在年内公布 又指目前内地的4G收费较高 会鼓励竞争以降低价格 嗯